判了去坐牢的戰友 他們這個游擊的行動 都是沒有申請的 他們都有面對 警察說要 找一輛拖車來拖他們的音響 器材那些東西 他們現在都有直播 大家可以看 上網找 我就收到他們的聲明 但是時間有限 我就截錄 歷史將宣判我們無罪 撤回新界東北開發案 聲援香港抗爭再囚者 行動聲明 8月15日 三年前反對香港東北開發案的 13名被告 經律政司上訴 推翻了原判 改判監禁 8至13個月 然後過了兩天 8月17日 香港佔中的3名被告 又被判處6至8個月的刑期 而這個當權者對 異議者的鎮壓是無差別的 但是他們判我們這麼重刑 我們仍然被告解要和平理性 要遵從法律去抗爭 如同宣判13名東北抗爭者 重刑的法院判決 究竟這條線要畫在哪裏 由誰畫 何時要畫 甚至要問為何應該畫 這個才是運動者要對抗的 2. 法治已經變成施行強暴者的打壓工具 法律一直不是弱勢者尋求庇護的長榮 看回台灣黨外抗爭 激進體制外抗爭 底層人民用身體拼來的民主 由戒嚴到現在 為何整體社會 還越來越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呢 弱勢者的生存 對於不義的發聲與抵抗 在這個不違法的框架之下 是更加困難 台灣一樣有剝奪土地 毀人民居家園 漠視居住權的事發生 我們有落生 華光 大觀 藍鐵 黎明 幼稚園 都正面對重建 迫遷和法律打壓 本身居住在那邊的人 在官商操作的經濟巨輪之下 生存的空間只能夠任由發展的巨輪剪碎 無論他們是否情願 換得的 只是政府的漠視 黑道之妖 家園不斷被侵吞 無論在香港還是台灣 抵抗早就從抗爭變成抗暴 當權者很清楚 重刑是關押不住這些抵抗者抗爭的意志 他要的是威嚇社會 恐嚇你 誰敢抵抗就一棍吐落你的頭 臺灣的朋友是很想呼籲大家 因為我們東北13個人 然後公民廣場3個人 其實之後還有接禮旺角 各種種種的個案 裡面有經常說的所謂的左膠 或者本土派 台灣的朋友是希望呼籲兩地的社運人士 走出偏 偏壓的國族主義 才可以落實真正的民主 在台灣我們同樣為爭取居住權益 和勞動權益被打壓 我們亦都有伙伴入獄服刑 我們在政府強徵的時候 在地上屋頂車底拼搏 我們在政府強行驅離流血衝撞 國家無權宣判我們 我們就算入獄 都從來不會覺得自己有罪 最後 古巴革命領袖卡斯楚曾經說過 歷史將判我們無罪 抗爭的人 創造出民主的歷史 我們用身體去抗爭 當權者可以關押我們的身體 但無法限制我們的靈魂 請大家一齊用行動 持續創造人民的歷史